出座 808号有最新清空报告 他发现一个共党的新的线索 808号是我压上的最大一个赌注 我就知道用它一定赢 现在总算接近了重庆地下党的边缘 杰哥 你告诉他 只准分析对方引诱对方 察言观色头其所好 严谨好奇打听 让他稳一点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是 你告诉他 不到最后时刻 我是不会揭开这张底牌的 明白了 齐座 这是您要的电报 喂 彭飞兄吗 是我啊 齐彭飞 我是言罪啊 我刚刚说到家里的电报 我母亲病了 而且很重 身为人子不能尽孝 尽忠也就无从谈起了 所以我想请一周的假回去看看 现在可是关键时刻呀 是 现在正是破案的紧要关头 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还得请彭飞兄 能者多劳啊 那就不客气 好 谢谢 谢谢 楚座 言罪这个时候回家探亲 是什么意思 这个老东西 想看我的笑话 最近 甄讯科探听到 他和黎继刚的行动 非常诡秘 我怀疑 怀疑有什么用 这种废话我不要听 我要具体的 小陈 这些钱呀 你拿去 做办刊物用的经费吧 你哪来的钱 我把大衣给当了 反正天气也渐渐暖和了 现在我也用不着它 那怎么行啊 你还是学生 我不能要你的钱 小陈 我对文艺有兴趣 办刊物也是我的理想 好了 你就别争了 这 拿着 来 喝茶 好 小陈 咱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一直也没有深谈过 今天 我想跟你说点心里话 前两年 我总觉得人生真没有意思 有时候 简直想出家当和尚 或者干脆自杀算了 我的家境贫寒 一直是一边做工 一边上学 这个社会 让我厌烦透了 真像古诗上说的 猪门酒肉臭 路有洞丝骨 怎么能让人不苦闷呢 那时候 有些人说我很颓废 后来 我在大学里 认识了几个朋友 他们经常帮助我 不久 我就加入了 他们的会星报社 他们和我一起 谈论进步思想 使我的生活态度 有了很大的改变 我经常幻想着 走一条文学革命的道路 像鲁迅 郭沐入 矛盾 我车哪儿去了 这条路 离我太远了 前一个时期 我在邮局里兼职 那里有个读书会 全是邮局的进步青年组成的 会长可能是个地下党员 他常常拿挺进报给我们看 这张报纸太好了 有一次我正看着 被科长看见了 差一点出事 我就离开了那里 小陈 我什么时候来书店上班啊 这件事情 我已经跟普经理说了 他说要约你谈一谈 到时候 我会通知你的 谢谢 鲁迅哥 我离开的这几天 你一定要注意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808的行动 绝不可走漏一点风声 一切等我回来处理 这里的大事小事 随时向我汇报 保持联系 去坐 您就放心地走吧 我保证不会出现 任何问题 这几天是关键时刻 绝不可掉以轻心 是 老婆 这是干什么 我想考察一下郑克成 让他把这几份挺进报 给寄出去 上级规定 不许通过邮局 寄发挺进报 这是特殊情况 新来的人 必须经过考察才能使用 这样做 也是对组织负责 不怕邮局查吗 他不是说 曾经在邮局工作过 有许多关系吗 这正是一个验证的好机会 你去约他吧 我跟他谈谈 我跟他谈谈 他谈谈 喂 是我 西风飞 我是朱少良 工党的报纸都寄到我的桌上了 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到底是工党太嚣张 还是我们太无能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破案 是不是要等到共产党把炸弹放到我桌上的时候 我 我们正在抓紧工作 你少给我扯的 我不管你抓紧不抓紧 也不管你在干什么 我只问 什么时候能破案 我们会尽快的 我们会尽快的 我不继续的 我只给你三天 三天碰不了案 我直接报告总裁 我只能ego 我只能够 我只能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